加坡食品局观察到近年来把可持续方案 融入食物生产中的农场虽然不多 但数量持续地增加 一起随记者吴良祥去了解 两家本地农场如何通过创新技术来提高食物保障 从鸡舍收起来的鸡粪加入水后 集中到一个蜜蜂的池 在无氧的状态下进行艳养发酵 分解鸡粪中的有机成分来产生灶气 而兆气的成分中包含甲烷 利用着热能驱动燃气发电机就可进行发电 每个小时可以供电600个千瓦时 动用大概到50到60%的电量 最大的好处它是解决了臭味的问题 剩下的枣渣没有味道 它能够跟其他的好像木屑 树叶 掺杂做成肥料 业者说兆气还可用来烘干 作为蛋鸡饲料的啤酒盒豆腐渣 进而降低饲料成本 这家农场把蛋鸡粪饲料化 能源化和肥料化 也有农场开发水循环系统 在陆地养殖虾 咸水循环系统有四个进化过程 分别是物理过滤水中的沉淀物 生物转化水中由虾粪便所产生的 有害化学物质 用紫外线杀死水中的细菌 即通过纳米科技以电荷吸收水中的不良有机物质 系统成功免去经常换水的必要 并使得每个虾池能够饲养的虾数量倍增 存活率基本上养虾基本上是在70%或以上 一平米的空间我们可以养4到7公斤的虾 可能在户外的话就收成就没那么的多 可能只是2公斤或者是1.5公斤之间 业者表示这循环系统还可根据需求 饲养不同种类的海水和淡水食鱼 新加坡食品局受巡视说 当局致力通过农业生产力基金 助农场采纳创新 可持续方案和先进科技 以便到2030年 让本地出产的农产品满足国人三成的营养需求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